今天就輪到講到小弟本州最期待想講的這一場賽事 就是王家馬德里主場對切爾達逆職是斯丹回歸的首場賽事 這場賽事最關鍵最重要的信息就是 斯丹回歸的首場賽事是沒有用到4.3.1.2 我重複 斯丹是沒有用到他上一季沉迷已久而乃了野的4.3.1.2 他回歸的首場賽事是用了4.2.3.1 而且斯丹是做一份他還未完成的功課 記得上一季的季初斯丹都嘗試過玩4.2.3.1.4個進攻點 不過可惜的地方失敗的原因是 這個阿辛斯奧和伊斯高贊助主角 阿辛斯奧不肯拉左邊 然後不知道是否因為阿辛斯奧不聽斯丹的話 所以很少再用他 而斯丹也沒有再嘗試打4.2.3.1.4個進攻點 變回繼續沉迷4.3.1.2天然老鼠賴鬼 來到今天回歸的首場賽事 斯丹再次嘗試做這份功課 再次嘗試去打4.2.3.1給伊斯高做主角 希望阿辛斯奧做六頁結果 只是開賽9分鐘而已 就已經做出一個非常漂亮的破密集組織 伊斯高做主角在禁區頂出現 賓斯馬做這個支點 阿辛斯奧拉進左邊 之後發現中間有些underlap的空位 就是這個馬歇路在HalfSpace的位置插入突破 入倒禁區地波傳中產生必入球 這個伊斯高差一點就完成了 剛剛這個攻勢就是馬歇路交球給伊斯高 他們兩個一直都是很少機會出場的球員來的 而事實證明就是只要組織和結構合理的話 不夠狀態的球員都會立即有表現 期間這個上半場當中 摩特力亦都受到感染 有時會彈上禁區頂交到漂亮的直線 黃馬其實在開波來說 運作是不錯的 不過之後我的心情就有點忐忑 因為我開始看到阿辛斯奧的位置有點浮動 是沒有完全拉到左邊的 我真的很怕阿辛斯奧打下打下 我會變成連加特地無緣無故進入中間 吃光伊斯高的中間主角位置 所以看到上半場的中段 我還是膽戰心驚 不過幸運 非常幸運 黃馬終於出現救世主 而這一個就是斯丹 他究竟做了些什麼 令到阿辛斯奧突然開竅呢 原來就是調了阿辛斯奧下去長期打右邊 又一次就是看到斯丹在賽事途中 一些果斷的神級臨場應變 斯丹自己曾經是球員 亦都是進攻球員 而且經過了半年的冷靜期思考之後 斯丹終於都開始閱讀到阿辛斯奧的心態了 阿辛斯奧之前一直不喜歡打邊路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覺得打邊路是會埋沒了他禁區頂中路的能力 尤其是如果他靠左邊的話 就令到他不能內切入 用左腳去射門去施展他入球能力 所以斯丹上半場的中段 就想到要被阿辛斯奧打右邊 而且這樣做了之後 還有另一個好處的 就是逼到巴爾打左邊 避免了巴爾打右邊 就避免了巴爾強行整天內切入 又交不了球 避免了巴爾做半主角 那麼巴爾打左邊之後 就真的可以真真正正做一隻六頁了 29分鐘就見過了 阿辛斯奧右邊傳中 巴爾射中了 阿辛斯奧開始打右邊 令到他自己都知道 自己是有機會可以用左腳內切入去射門的了 所以阿辛斯奧越打就越變得有耐性 他終於都肯長期拉右邊了 所以斯丹最終呢 就找到阿辛斯奧的說明書 就是打右邊 終於都可以令到王馬嚴謹地打一個 叫做4231拉邊的結構 即是說呢 是有機會奔向主攻的未來了 雖然呢 半場是0比0 但這個半場經已是今季王馬來講 打得最好的半場 王馬已經找到合理的方法去破密集 今次經常都是入到禁區和底線那裡 那麼 經已擺脫了上一季 4312天然老鼠拉圈的問題了 踢了半場之後呢 斯丹終於找到最佳的結構 可以到下半場就不用再試 不用再調位 可以全力真勝 去到下半場 阿辛斯奧嚴謹長期拉右邊 巴爾嚴謹長期拉左邊 去到61分鐘 終於見到阿辛斯奧打右邊的威力 亦都是我說了接近一面的理論 無論有任何王馬球迷跟我講 阿辛斯奧不適合打右邊都好 我都依然繼續堅持我的理論 來到今天 來到今天 斯丹和我終於都是守得雲開見 越明了 阿辛斯奧打右邊 終於成功做了一次半主角 內切入禁區頂的動作 去到禁區頂的位置 再用左腳交道靚的直線去另一邊 那麼這球球呢 是不是有些年輕美絲的影子呢 最關鍵的呢 就是送直線去左邊底線那下是很漂亮的 一比到之後 左邊插入的賓斯馬就可以進去這個禁區裡的底線 第二波全中構成必入球 而伊斯高呢 終於都搞定了 黃馬今天有很多漂亮的組織 其實打得很好 有很多進攻的方法 創造力都很強 第二球是反擊 反擊就可以容許巴爾入中路板的機會 所以今天很多事情黃馬都做得非常之合理 那為什麼突然之間黃馬會這麼合理呢 那就是斯丹強勢回歸咯 那斯丹上季每次面對密集都是很不合理 但是今天斯丹就變得完全合理 那還要解決了伊斯高和阿辛斯奧之間的問題 那絕對有理由相信 斯丹其實這半年裡的冷靜期期間 都一直是有看黃馬的賽事 都一直是有看自己上一季所執教的賽事 不斷在找一些問題 亦不斷在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亦都是肯反省 終於都不再沉迷天然的老鼠拉歸四三一 而他找到一個問題出來 他由當時的當局者迷 變成半年之後的旁觀者稱 正所謂他一步海闊天空 走後一步去看東西 真是看闊了 所以他今次的這個休息和假期 真是幫到他沉澱和思考 再重新出發 終於都被他找到 就是要一隻六頁去拉邊的道理 實在是成功教練的典範 竟然假期都這麼努力去反省自己 如果斯丹不是這麼努力的話 都不會首場的賽事 就立刻排出一個 就是上兩任的教練都完全排不到的結構 還要是完全合理、正確的結構 是將皇馬兩季以來的問題一掃而空 一夜之間解決了 所以我真的絕對有理由相信 斯丹真的一直都在想著回來皇馬再次執教 他這次似乎還帶了一些秘密武器回來 有奔向主公的方向進發 有主公的話 也就是奔向皇朝的跡象 以後皇馬的賽事 終於會好看很多 令人非常期待 真是好東西的斯丹 但經過了半年的冷靜期之後 就退變成為主公的教練 如果能夠長期這樣踢的話 亞新斯奧願長期拉右邊的話 下一季將會正正式式挑戰西甲的冠軍 肯定是會咬住巴塞 咬得非常之緊 甚至如果要超越他們的話 也是不出奇的 今場的賽事唯一的問題 只不過中路的防守就不是這麼好 就不是說經常都搶回球 減少了皇馬的控球指數 不過呢 遲些有回卡斯米露之後 就會好些 也就是說皇馬其實還可以再勁一些 所以呢 今次真是要再次感激斯丹的強勢回歸 斯丹真是一個很勤力的人 不斷是想突破自己 一個優遇期之後 就是能夠蜕變脫胎換骨 絕對呢 就是成功教練的典範 也是我們學習的對象 來的 之前呢 斯丹強強對決當中 針對性部署這麼厲害 臨場應變當中 有神級的調檔 這麼厲害 其實都是因為他有天分 他是足球的天才 所以他能夠看到一些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是天才才會做得到 但是 但是他上一季呢 就面對著一個問題 就是天才都會面對的問題 就是破蜜集 而破蜜集呢 就真的好像哥迪奧納那樣 是花很多時間 花很多心機去研究一出 研究一套自己的理論出來 才行的 而斯丹呢 就是欠缺了少少時間呢 去研究自己的理論出來 所以呢 他這次花了時間去研究呢 他努力呢 就終於有成果 也就是說 一個天才呢 都需要透過努力 才會有成果 而斯丹依加呢 就真是一個正正式式的 告訴我們 是一個努力的天才 所以呢 斯丹會成功呢 是一個很不出奇的事情來的 而且斯丹依加呢 也都越來越有肺甲信的影子 肺甲信同樣都是一個 非常之努力的天才 所以大家呢 如果是天才的話 記得都要努力 這樣才會有最終的成果的 好 來到這裏呢 都希望大家呢 可以幫一下小弟 有一點點的成果 看到小弟也是努力的 所以就幫一下小弟 按一下廣告 按一下廣告 彈一些廣告 視像出來 播完廣告片 這樣的話呢 才可以令到小弟的努力轉化 成為收入 有一點點的收入 有個尊嚴 前面的生活下去 繼續堅持 每天免費 為大家出到片 記得呢 要訂閱 和按鈴鐺 接收新片的通知 大家呢 做這些事情 記得不要鬆懈 繼續堅持才會幫到手 所以可以放膽去做這些動作 其他手機呢 版面都一樣的 就是片的下方 一定有固定的廣告字眼 記得呢 要按下去彈一些廣告 視像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那這個呢 就是電腦的話 記得要關掉廣告 這樣才發現 電腦片的內邊 有這個Banner 廣告片的右邊也有些廣告 記得呢 要按下去 按下去彈一些廣告 視像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而無論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YouTube也會時不時在片的任何位置 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呢 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呢 在廣告片的內邊 找廣告link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 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呢 廣告link會 在廣告片的右上角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